不胖的房车长测 我们现在正在开着我们的长城炮皮卡 拖着我们的宇通T512拖挂 在我们这个西北大环线的一个环游当中 当然也是我们T512拖挂的一个长测当中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台车的保温隔热 我觉得这个车的保温隔热是非常不错的 这台宇通T512的拖挂可能是我们长久以来测过的 大概十来台长测房车里面保温隔热最好的一台 这个原因第一可能是因为拖挂本来在保温隔热方面就有优势 因为如果自行驶的话它有驾驶室 前面的整个驾驶室的玻璃 还有侧面主驾和副驾位的玻璃 其实是非常不隔热的 但是我们的拖挂它是一体式 全部都是保温隔热的一个结构三明治车身 所以说它在这方面是有先天优势的 第二就是不同的车不同的车型不同的厂家 它用的保温隔热材料确实是不一样的 反正这台车目前我们感受下来确实是保温隔热最好的 为什么有这个感受呢 一般情况下像这种大太阳天气大晴天 只要温度到个二十七八度 你车里面可能就会比较热了 但是我们这台车最近我们在芒雅这边在青海 其实天气都非常好看 万里无云的天气 而且温度最高 白天能在室外三十度左右 但是整个车内 我们只要开着窗户 开着排风扇 让空气流通起来是一点都不热的 但是以前自行室的话就会比较热 就得额外使用这个电风扇来降温了 我们一早起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昨天这个广场我们这一排 包括那一排停的全都是车 但是现在呢 大家看这一排有太阳的地直升我们了 这些东西不是我们晒的 然后所有的不管是床车 还有一个B型房车 大家看远处有个大通圆厂的B型车 全都挪到树荫底下去了 只有我们在这边晒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车 包括那个B型房车 都是金属车身 太阳底下一晒 车里马上温度就上来了 但是我们这个车 我们用到现在 这个隔热真的是不错 我们在大太阳底下晒 只要开着窗户 其实车里就不热 所以现在这一排 只剩下我们了 而所有的车全都跑对面去了 那我们上车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车里的温度刚好 我们可以作为对比 看一下 这个我们旁边这台 我们前车长城炮皮卡车里 现在是多少度 这个就很直观了 通过温度计看一下 现在户外温度是21.4度 然后室内的温度是23.8度 室内只比户外高了2度 而且我们室内现在所有的侧窗 都是关起来的 包括顶上的排风扇也是关闭的 如果我们现在打开侧窗打开排风扇 就能做到车内车外同样的温度了 以前我们用的车 就算是打开排风扇打开侧窗 车内肯定会比车外还是要热一些 那我们把这个温度计 这个温度计看 这儿有一根线 这个温度探头是伸到车外去的 是探测车外温度的 我们把这个温度计放到我们的前车 那个长城炮的皮卡上去 我们就会知道 对面停的那些床车 他们在这种太阳下 到底室内室外温差有多大了 放在这里吧 这个户外温度我们就不量了 我们直接量室内温度 然后而且我的车啊 为了让它别太热 因为每天这个车里都很热 我还把这个窗户 基本上都留了缝啊 我们现在透过玻璃 来看一下这个温度计的温度啊 它那个可以看到 因为现在户外户内温度是一样的 因为我那个探头是和温度计 都放在车里的啊 它探头比较灵敏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温度已经上升到29.8 马上30度了 然后呢 这个因为它室内温度的这个传感器 在这个表里边啊 没那么灵敏 所以说它现在虽然也在上升啊 但是只上升到25度 刚刚是23度 上升比较慢 然后现在基本上可以看到 我们就以这个室外温度的这个探头的温度 为标准 现在已经上升到30.4度 还在不断上升啊 30.7度 我们看它最后能上升到多少度啊 32.8度 32.9度 将近33度 将近33度左右啊 现在车内温度33度左右 看其实上面那个室内温度最后也会变到33度啊 因为它的传感器在里边慢一点 但是不停在上升啊 但是下面这个现在基本上已经趋于稳定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温度计 已经到达了 最终稳定在34.7度 34.6度了 上面这个也在一直上升啊 最终也会稳定在34.6度 这就是铁皮车身内的温度啊 真的 好热啊 我又把这个温度计拿回了拖挂里 然后并且我把这个最灵敏的室外的探头放在了室内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变化趋势 再往下降啊 现在已经降到了27度左右了 26.9 降得非常快啊 所以说 刚才我们也测过了啊 这个我昨天是在我们这放了一晚上在拖挂里 拖挂里是23度多 现在同样的气温 同样的太阳下 铁皮车身里是35度 差了12度 还是挺夸张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刚给大家拍的 我们这一拍 昨天晚上停满了车 结果呢 今天早上一起来 全都挪到对面去了 你说他们能受得了吗 而且那个B型房车 你别看是个房车 其实啊 它内部即使做了保温 其实它的保温隔热 比这种普通的咱家用的这车 也好不了特别多啊 因为这个我们是实测过的 所以说真的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啊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是专门停在这边的 其实我们本来驻车的时候 刚开始是驻车在那边的 但是呢 驻车一晚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发现那边树太多了啊 没法给我们的太阳灯充电 同时呢 我们的车里在太阳底下晒又不热 所以我专门挪到这边来 让太阳灯充电 顺便提一嘴啊 我们的车现在在芒芽这个地方 不开空调 我正常用电脑剪视频 然后冰箱常开的情况下 还用洗衣机洗衣服的情况下 每天我们的电量缺口 是能被太阳灯补满的啊 这个也是很爽的 我们几乎可以无限的在这停下去 不光是隔热方面 保温方面也比较好啊 前两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前两天我们在温度最低的地方 大概晚上气温10度左右吧 比较冷啊 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青海湖周边33004左右海拔的地方 其实我们车内第二天早上起来 还能维持个大概6度左右的温差啊 所以说这个车保温也是比较好的 跟我们同行的车友都有反馈 他们在那边都开拆暖了 但是我们是没有开的 因为车里的温度16 7度刚刚好啊 所以说我们这台车现在常测下来 保温隔热真的是不错啊 不管是在太阳底下晒 还是在稍微凉的地方 这个晚上睡觉 相对来说真的都是保温隔热比较好的 是我们目前长测了这么多台车以来 我认为保温隔热最好的啊 当然我们也说了啊 因为拖挂比那个自行师本来就有优势 我们这是长测的第一台拖挂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那好吧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也会继续的去深度使用这台 宇通的T512拖挂 去输出更多的真实的一些内容啊 其实这台车也是有一些草点和缺点的 后面我会做一个视频 把它们全都放在一起说了啊 我们目前为止啊 玩到现在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比较喜欢拖挂 而且我们这次因为直接买拖挂 第一台就是一个国产拖挂 基本上最顶配最好的车 所以说体验也比较好啊 那行吧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之后的房车厂测视频继续啊 大家不要忘了长按点赞 按钮一键三连 强烈推荐我们的视频 包括关注和评论啊 我们下期见 拜拜